对于疾病和健康 我们寄希望与科学的进步 能够减轻人们的痛苦 而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也确实给患者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近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 利用3D打印技术 成功的为一名77岁高龄的患者 进行了经导管主动脉伴治患手术 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眼前的这名77岁的老人 就是刚刚成功完成首例3D打印技术 应用于主动脉伴治患手术的患者 据组织医生介绍 目前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一出去一走到就是头晕 后来就做完以后 我现在就脚的算挺好的 据了解 常规心脏的伴膜治患 以前都需要进行开胸手术 或对病人带来很大的创伤 但是现在利用3D打印技术 通过对病患CT超声波等多种数据信息 进行综合收集后 精确重建成的3D影像 并按照与患者心脏1比1的比例 打印出一个塑料食物 可以直观感受病人心脏病变的具体位置 以及心脏的全貌 并且提供了更多传统影像学检查 难以显示的丰富信息 使得手术更加准确安全 并且这样一个食物的平均成本 只在100块钱左右 成本较低的同时 更能够大大的提高微疮手术的成功率 缩短手术时间 据悉3D打印技术目前已在骨科 牙科等专业开始临床使用 但在心脏外科的应用却刚刚起步 未来的前景十分广泛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